4H,你可以用所属单位查询,也许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也是一个同学问的问题 他说他希望找到什么? 这个人在哪个单位? 这个答案是让你知道说你找的对或错 比如说高明明这个人,他的所属单位在哪里? 在前面这个工作表 然后你可以看到高明明在这里 他是属单位,所以你必须把属单位的资料放在这里 那陈小明在哪里? 陈小明在哪里?在这里 所以他A单位 问题,他现在不是要叫你用人工的方式一个个慢慢找 而是希望想想看有没有方式 可以快速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不然如果你不知道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变成你就人工来处理 人工来处理 但我真的有看过有人怎么样? 真的把各单位把它列印出来,然后放在旁边 然后他就用眼睛比对的 这个人,然后看到他是在哪个单位? 然后整个公司这么多人,他每个没这样比对 真的佩服 但我会觉得有更好的方法 可是问题来了,怎么做? 以这一题来看,那同学就问说 老师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想一想,真的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找不如怎么样? 你干脆像这一题 你不如就写VBA算了 那VBA怎么写? 重点来了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一样用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有没有? sale,然后因A2到G8的范围 然后把这个范围得到的sale 跟你现在这个储存格做比对 有没有,一个个比 当然你也不用比到最后 你就是比到了就跳离那个region 你就加一个 is this for 找到了,那就跳离了 然后呢,但是找到之后的话 因为我主要并不是要知道 找到的那个位置在哪里 而是要知道说 他找到之后的上面 他算是什么 同一栏的第一列的位置 帮我把它带过来 所以这一题的重点就是 一,可以用for each的方式 全部找过一遍 找到了之后 帮我把什么呢? 他的同一栏 同一栏的上面这个资料 帮我带回来 所以要怎么做 当然如果你今天用esale 里面内建函数来做的话 应该是有问题 想想看 如果可以的话 你再告诉我好了 那如果不行 请你用VBA来写吧 那一样 请各位试试看 所属单位查询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重点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用for each来写 最简单 怎么做的话呢 试试看 这个范例的话 我是放在那个 简式与参照这里 OK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后来的话呢 我把它run一下 给各位看 再按下去 全部都OK 理论上应该答案都会是正确的 那他其实做法是这样 就是会把这个范围里面 全部一个一个帮你比对 比对跟什么比 跟这个比 然后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位置 所以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会也是这样跑两个for回圈 一个for回圈是人员的回圈 就是他一个一个抓 那一个是什么 这个范围的回圈 OK 所以呢 写的方法的话 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 第一个当然可以先写什么 写那个 寻找人员的这个回圈 那我因为我要寻找 假设法 我们现在for I for I 怎么样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我们可以写这样子 这个前面应该都写过了 再来的话呢 找到也就先从高明明开始 然后再来第二个回圈是 for for each 因为我要先找到高明明 去哪边找 所以for each 然后找for each sale 在哪里呢 印哪一个 前面的工作表 所以特别主要 这边可能要加一个工作表名称 雪齿刮胡 当然如果你不用 你可以双引号各单 或者你偷懒一下 你打个e也可以 e指的是第一个工作表 里面的哪一个呢 点它的那个范围 那个范围 如果不知道你可以切过来 它的range a2到g8这个范围 所以你就打一个range ok然后就把这个范围给它 好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全部帮你跑过 打个nets 所以一样 意思说 外面这个回圈是 找的这个人去哪个范围找 找 接下来的话就逻辑判断 如果if 什么呢 哎 那个sales 就是我要找的那一个人 叫什么sales 的idea的a栏 就是高明名第一个嘛 先抓过来 跟哪个比 如果跟sales sale这个栏 意思说 如果高明名跟它里面的这个一样的话 空一格 then 然后要做什么呢 end if 先打 帮我把什么呢 最关键来咯 帮我把找到的那个储存格的资料 搬到这边来 这边来 所以先把这个清除掉 帮我搬过 搬的话呢 它这个是什么叙述 这个叫 a 应该叫b吧 就是同一列的b 等于什么呢 等于后面的话呢 就是 你不能说打sales s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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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个储存格 那那个储存格的话呢 那个 资料 一样是高明名 所以 应该是 跟它 什么 同一栏 所以同一栏 所以这边就特别需要 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sale 那 它那个资料一定在第一列 可以 逗点 跟找到那个位置的 同一栏 同一栏的话 你后面可以加一个sale点 什么呢 加一个column column 这样意思说呢 我是要找那个第一列 然后跟那个找到位置的同一栏 那你就帮我把资料带过来吧 那因为是跨工作表 所以记得前面再加个什么 序值1 点 有没有 这个才是跨工作表 那把那个资料帮我带到这边来 这样子 就大功告成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叙述吧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 他执行完全部就OK了 答案对不对 答案也OK 不过呢 其实 这边可以再写的更好一些些 你想说 因为主要原因是 你如果现在执行的话 感觉会稍微慢一点点 不过你说我是没有啊 好像没什么差别 为什么 因为现在电脑都太快 其实他现在的找法是for each 如果我现在已经找到高明明 那理论上找到就不会找到第二个了 所以应该找到的时候就应该离开了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多写一个离开 但是跑起来好像也没比较慢 但是主要是因为资料量少 可是如果资料量多的话 我建议如果找到之后 你可以在下面多写个叙述 叫Is this Is this for 意思是说 找到了 不要再找了 跳离了 OK 写一个这个的话 速度会比较快 我们来试一下 不过现在跑跑看 因为主要我讲过就是 因为现在电脑都跑太快 所以你现在执行 应该有比较快 可是快大概千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有什么概念 完全无感 但是问题如果你将来资料很多的时候 就会有感 OK 那这个程式我又把它 它po在云端上面 而且差别是说我上面有加注解 因为我上面都有加1加2加3 这个删掉的话 其实我刚刚写的一模一样的东西 OK 其他的话 我有做一些说明 程式的重点 然后for h是什么意思 然后序的1是什么意思 也是for什么意思 所以这边还有个重点的摘要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范例主要就是说如果我希望能够把那个范围里面的所有资料 一个一个的帮我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刚刚是把资料一个一个带过来 复制到另外的地方吗 这个范例不是带过来 而是我要比对 比一下 这个范围我跟那个储存个比比看 如果比到的话 帮我把上面那个资料带过来 写法就这样写 所以将来也许你们可以拿这个当范本 试试看 试试看